大家好,这里是塑料和批评书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依然是好的 不能再好的好消息 而且是全球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的标题大家也看到了 英国女王不装了 不装政治正确了 欧盟也不装了 最可爱的是以色列 这个曾经跟我们家川普总统走得非常近的 这样的一个人 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就是一个人 内塔尼亚胡也不装了 很有意思 好消息 三大好消息 我们都来分析分析 扯吧扯吧 首先是英国女王怎么不装的 英国女王正式发布了命令 女王的命令 以后英国的选举必须要出示带有选民的照片的身份证 必须要出示身份证 你没有这个东西不行 然后我们知道女王是一个虚职 是一个拟结性的职务 她是没有实际的权利的 所以美国的国会这边马上就跟进了 很给你那个消息 所以英国的媒体报道 说是由于莫读了美国的金人的大选舞弊 英国的意识到问题的极其的严重性 所以将接受女王的命令 然后在全国范围之内强制推行这个什么选举的ID 你必须要用你的ID 而且还要逆法 逆法除了要酿你的身份证以外 还要一定要全面限制所谓的邮寄的投票 所以英国的媒体现在是很高兴 这个说是有一个回顾了 说英国事实上在过去的历史上面 很少出现舞弊的这么一些个新闻 怎么突然就开始要搞选举的改革呢 我们知道英美 因为我们一说英美 英美传统英国跟美国是一块的 你知道吧 英国为什么突然要搞这么明显的选举的改革 这简直是给美国的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话说的太再明白不过了 你的英国又没有选举舞弊 为什么突然搞这个事情呢 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嘛 是不是啊 那就唯一的理由就是美国的选举太让人羞耻了 知道吧 我觉得美国的大选拜登曲线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让人蒙羞的一个事件没有这一 我跟你说 真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你从人类的意义上讲 你从人类的基本廉耻羞耻心来讲 真的是 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情更让人恶心 更让人觉得蒙羞 任何邪恶的大魔头都没有进去 美国的这些流氓政客这么无耻 知道吧 什么西藤乐 什么斯达尼 什么聂尼 什么毛泽东 我觉得在美国的这帮 像臭流氓的眼睛 他们都只不过是说凶痰 但是他们没有这么无耻 就是真的让人特别的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真的就是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英国人也是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老大敌国 日波罗敌国 一个保守主义 一个人类民主宪政文明的发源地 英国就是这样子的 英国这个国家 我跟大家有说过 英国今天的人类从公共问题的层面三大学问 是吧 第一个是什么 是政治学 是吧 第二个是什么 是经济学 第三个是什么 是伦理学 我跟你说 这三大流氓啊 这三大主流思想 政治学 经济学 伦理学 这三大东西都是以来自于这个英国的原创 就这么简单 最深刻的政治学思想家 最深刻的政治学著作都是在英国 最深刻的最原创性的经济学思想家都是在英国 最深刻的伦理学的思想 伦理学的著作都是在英国 没有英国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文明 就这么简单啊 没有英国的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万古如长叶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美国只不过是英国思想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成果而已啊 所以英国作为一个思想的发言地 感觉到自己的脸上被人狠狠的抽了一耳光 感觉自己的这个人类的那点残留的良知啊 被美国的这帮流氓政客深深的侮辱了 真的深深的玷污了 所以他们也终于醒过来的啊 我说的是英国女王不装了 为什么之前不说的 你说你说这个 你说那个Boris啊 英国的首相第一时间就祝贺这个伪总统 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你说多多丢粪呢 你说你是英国啊 你是老师啊 美国是学生你知道吗 多丢粪呢 是不是这个人类社会啊 有这样的复杂性 那样的复杂性 有那这样的建设 那样的方案 有这样的秩序 那样的法律 但是万变不利其宗 重要的东西不能变 摩西世界不能变 人不能撒谎 如果一件事情完全是通过偷窃 谎言而达成的 这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再漂亮也没什么意义啊 我们就假设啊 假设这是不可能的假设 假设美国通过舞弊的方式 通过偷窃的方式 通过拜登曲线的方式 选上了一个总统 他的名字叫做拜登 而拜登这个人又非常的杰出 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优秀 把美国建成了一个天堂一样的国家 那这个事情就有合理性吗 No 一样的没有合理性 因为你在人类最基本的节奏方面 你就出现了人类巨大的羞辱 所有人类心灵的事情 何况你今天的 你这个所谓的伪总统 是一个下三难 你什么都不会干 你什么 你除了破坏美国 伤害美国 你一通乱稿 是不是 像什么话 我就告诉你 英国醒过来了 真是女王不装了 英国的国会不装了 他们说这个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美国的事情 美国的金人的舞弊 完完全全吓住了 英国的那一批政治的那些元老们 一些美国的 他说英国的工党都没话说 知道吧 都觉得这事太不像话了 英国的工党再社会主义 再左前 他也不会搞这么明显的舞弊 是不是 很有意思的 知道吧 所以至于Boris 他估计也是这两天 估计吃药吃的比较正常 脑子醒过来了 有趣的是什么 当英国释放出要搞强制选举的 idea 要阻担邮寄选票的时候 美国这边的民主党的那帮左插 一开始批评英国 你算脑子 你说这些人 他说什么破坏了选举的什么什么普世性和选举的人人平等 你说这像什么话呀 是不是 你为了选举人人平等 你就可以作弊 是吧 为了选举人人平等 你可以造假 是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啊 为什么我这样的人反反复的就讲一个我自己都听起来很简单的话 就是摩西世界啊 不要首先第一就是什么呢 你要英国华是你是你的唯一的真神 你一定要记住你要守圣人啊 你要有有一个基督徒的良好的一个敬拜的生活啊 你不要雕刻偶像 你你不要拜别的神 把这个问题搞定以后 然后就来到人的人类的伦理学的这个秩序里面 其中有一条不要作假见证 就这么简单 不要撒谎 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你所有的事情 对于这个摩西世界冲突 你真的是用圣经的话讲 就是你再漂亮的房子 再巍峨的这个高楼大厦 它也是建在沙滩上 一个浪头一打来 你高到天上去的房子 也就是轻壳之间就就垮掉了 没有意义的知道吧 人类生活就这样子 你看土工中国是不是搞了好多次了 每次搞的时候 我今天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晚清的时候 这个什么中国人发了80年的财 就是跟西方人做生意 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 卖茶叶 卖生丝 赚了不少钱 开始也搞什么北洋水师 建亚洲第一海军 搞的挺思个自信的 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商战 搞的什么什么 男二当自强 搞的挺像那么回事的 是吧 结果风吹雨打 叫做什么 连一颗沙都扭不住 晚清如今安灾 是不是 没有意义的 你的城堡 你的房子 你的国家 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没有任何根基好吗 那今天的共产党 还没有80年发财呢 发了大概40年的财 现在就遇到个习包子 一通乱搞 敌基督反上帝 反人类 各种无耻 无下限 知道吗 各种邪恶 无下限 你放心吧 共产党的所谓的 加以雨打风吹去 真的是片甲不留 我跟你说 你连一个细胞以后 都找不到 不行你就是 所以英国这个国家 真的 他还是有一些根底的 真的就瘦死的 诺头比马大 这个时候 他真的是 第一个站出来 真的是 然后反对 这个是没有ID的 这么一种选票的形式 反对大面积的游击投票 我觉得真的 我的标题说的很好 这就是正常人 是吧 正常人再也说不了 那种愚蠢的政治正确了 明白吧 第一个新闻就讲了这么久 我说这一期节目 跟大家讲三个好消息 三个什么不装了 第二个不装的是什么 是欧盟不装了 欧盟不装是一个啥 到底是个啥事 就是欧盟跟中国的事 再也不装 欧盟这些年来跟中国的事情 那叫一个装 装全球化 装老师 你知道吧 欧盟的那些个政治正确的政客 在中国问题上装老师 然后其实就是想在中国全钱 但是表现出自己 是一个什么开放社会 是一个自由社会 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要把欧洲的哪套 政治正确的价值里面 然后塞到习宝籽的肚皮里面 可能吗 可能吗 是不是 包括欧盟对美国也是这样子的 都是欧洲是老师嘛 欧美欧美嘛 美国也是学生嘛 所以欧盟这边也不装了是吧 说在5月9号 欧盟27个国家领导人 与印度的总理莫迪举行了一个视频会议 标题非常的给力 是共同对抗中国是吧 而且然后与印度签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 所以这个东西 你从经济学层面解释就很清楚 首先第一呢是共同对抗中国呢 欧盟这时候搞这个是更多的是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叫做什么供应链的考量 是一个市场的考量 过去欧盟之所以在中国混的是风生水气 就是利用中国的市场赚中国人的钱 所以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个事实是吧 现在土工中国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人间地秘 完全不是一个人类 不是个人组成的国家 是一帮畜生你知道吧 你说武汉病毒 你说这个贸易 你说是不是 你说这个不讲道理 你说这个香港你说这个新疆 你说这个新疆 全是习包子的丰功伟绩 欧盟的人终于醒过来了 终于不装了 终于知道习包子土工国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就是一群流氓 流氓都算不上 就是个动物世界 你跟他搞什么搞 你再多的再大的市场 再多的钱 我他妈也不要了是吧 那么人类生活还有一个人口大国啊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啊 那说起印度到现在国内转印度的疫情 转风呢 知道吧 那有些人就还跟他转 有些读生 有些博士学位 中国的土博士 是什么也不是 是吧 就是脑子里面缺钉筋 你知道吧 到今天为止 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什么 就这种大型的飞机场啊 没有一个地方停止于印度的航班的来往 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去印度 都有大量的印度人来中国 你知道吗 如果印度的疫情向中国共产党 向中国的中宣部所宣传的那么惨烈的话 至于吗 是不是至于吗 我所了解的日本跟印度的航班也没停 然后韩国跟印度航班也没停 是吧 你想想吧 大家用不要用脑袋想用脚趾头想想 你就想明白啊 我看到日本今天说从印度回来 来日本的旅客和日本人有两个人感染了 这个印度来的病毒是有的两个人两个人而已 其他的都是在观察之中没有被感染的迹象 那好多个人呢 韩国这边说有几个人有三个人感染了 被缺诊了 印度这边过来的人其他的也没事 哪里有那么严重啊 共产党搞这些事情 他其实宣传这种别人的国家疫情严重的不行 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中国这边独好 全世界中国好的不行 然后中国的韭菜中国的傻叉 还真相信共产这一套 我每次看见这些新闻呢 我就心想 哎呀你们真的就是活该啊 是吧 所以欧盟这边也不装的 终于想明白了 所以你得感谢细胞子 细胞子就是一个是武汉病毒 第二个是香港问题 第三个是新疆问题 就这么三件事情 我跟你说 至于参与干扰美国大选的事情 欧盟并不关心 就这么三件 新疆香港和武汉病毒 终于让欧盟不装了 终于跟印度签了一个历史型的一个协议 全面对接印度市场与欧盟市场 好事情好事情 那第三个这个不装了 是谁不装了 我们标题上写的有是什么 是以色列不装了 那以色列这边不装的就更有意思了 以色列这边这两天 以色列是非常的紧张啊 就是这个哈马斯啊 哎呦我老是把这个哈马斯和这个什么 哈瑞斯老是搞混啊 哈瑞斯是大家非常讨厌的那个委副总统啊 哈马斯是这个恐怖组织啊 哈马斯啊突然没有任何争召的 向以色列射出了几百枚这个火箭啊 然后美国啊 然后是向以色列射出了一百几百个火箭 然后呢以色列就启动了他的什么天穹 铁穹计划 就整个那个苍穹整个天空像照了个罩子似的 没有一颗火箭啊 然后落到地上全在空中就困截掉了啊 拦截完了以后呢 然后以色列就进行了一个反击 因为你想想他都能拦截你的几百 同时几百个火箭拦截 多不容易的事情呢 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是不是 我们去过以色列从哈马斯的那边 打火箭打过来的话 估计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所以以色列的技术啊 那真不是盖的 真是个牛啊 然后呢防完了以后呢 就开始反击啊 然后对哈马斯的目标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打击 然后摧毁了一堆的这个恐怖组织的基地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 啊 美国的左媒开始谴责以色列 说你这么回忌是什么意思呢 啊死了好多妇女你知道吗 死了好多儿童你知道吗 就跟当年抹黑这个川普总统一模一样 这现在臭不要念 你应该问为什么哈马斯平板无辜的 就是让这个几百枚火箭同时 玩这个耶路撒冷 玩以色列的空中飞呢 如果说没有男性呢 会死多少个以色列的儿童 多少个妇女呢 多少个战士呢 多少个以色列的公民呢 这帮左媒真的是臭不要念 哎这还不算 关键是过了一会儿啊 那个什么拜登总统办公室 伪总统办公室 正式召会这个以色列 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啊 说你这样啊 反击这个哈马斯是不对的啊 就是谴责 你你你怎么不谴责哈马斯 同时放了几百颗这个火箭过来的呢 结果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以色列的国会 以色列的内阁 所以一起就说了一句话 警告拜登啊 就直接说的啊 拜登我警告你 以色列警告你 你给我滚一边去 是吧 滚粗滚一边去 所以我说以色列也不装呢 这个世界就被这帮垃圾啊 就就就完全就是带到沟里去了 我们过去都是被他们带到沟里面去了 就是想想特别的愤怒 知道吧 就是被人侮辱的感觉 所以我我这些节目就讲这么多啊 其实还有个话题 我也想讲 但是时间太多了 大家也听得很烦了 就是你看以色列这个地方啊 川普总统搞的时候 安安静静的 和平的 祥和呀 是吧 欢乐呀 是不是 你看川普总统走了还只有100多天 就开始打起来了 我告诉你 这里面水深了 去了 以后我们再找一个热点 我们再扯扯这样一个深奥的问题 然后再我们再夸一夸我们家川普总统 他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能干大事 真的 是我们这个世代真的少有的牛叉的任务 谢谢大家